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格巴拉斯这个独具匠心的设计 以及它的一些就是互动有趣的一些设施 我们植物园的教育组 他们也精心打造了很多富有教育性的一些活动 主要是为了提供这些小朋友 他们一个新鲜有趣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与场所 扩建的这个亚格巴拉斯花园呢 它从之前的两公顷扩大到一倍 就是目前的四公顷 我们也把 对 好大 我们也把就是说 入园的儿童小朋友的年龄 限制从12岁提高到14岁 主要也是因为 考虑到有些小朋友 之前来到这个亚格巴拉斯儿童乐园 他们就很喜欢 然后他们长大后呢 也可以重温 就是重回到这个扩建的花园 不然就觉得很可惜嘛 对 对 我们这个新的扩建后的这个花园呢 我们有公分四个展区 一个展区就是我们所谓的farm 就是农场 然后还有就是森林 forest 我们也有就是stream 小溪流 还有呢 最后一个新的展区呢 就是orchard 就是果园 比如说在这个农场嘛 farm 小朋友呢 就能通过就是触摸一些蔬菜啊 水果 来学习到这个蔬菜水果的一些特质 也可以建中呢 就是培养他们自己 自己可以在自己家中 就是种植一些蔬果 还有一些制造一些肥料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森林里面 我们的无障碍设施 游乐设施 也能提供给很多小朋友 跟特殊的小朋友 一起玩耍 然后呢 建而呢 就可以就是打破这隔阂 还有促进呢 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些包容心了 对 主要这就是我们这个新的雅阁 扩建后的雅阁巴拉斯儿童乐园的一些新的景点 是 那现在地方大了 会不会说就是在设计这些活动啊 上面会有一些挑战会吗 当然会啊 因为主要就是说有些小朋友 他们现在呢 他们比如说就是说 到处都有很多 富有挑战性的一些游戏来 还有这些场所来吸引到他们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就 我们的教育组呢 就得特别就是精心设计出一些 比较挑战性也高 然后也有很多 又好玩的一些活动 来配合这些不同年龄的这些小朋友 是 当然为了配合雅阁巴拉斯儿童花园 重新开放 国家公园局还首次举办了 为期两周的植物园儿童庆典 上个周末 主持人梁全就和小朋友们玩得不易乐乎 我们马上来看看 学校假期到了 今年新加坡植物园首次举办儿童节活动 让家长呢 带着孩子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 度过快乐的亲子时光 一起去看看他们在玩些什么吧 哈喽 你们好 这个呢 这是我跟宇恒一起种的奶白 需要30天才能够收成 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相信这些小朋友呢 通过自己亲手种植蔬果 不但可以知道自己平时吃的食物是从哪来的 也能够更加的爱惜食物 每一种植物呢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气味 像这个九层塔呢 闻起来就非常的清新 让整个人心情呢 可以放松下来 在这里呢 小朋友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嗅觉 来分辨出不同植物的芳香气味 这样呢 能够更好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盈盈来闻一下 先闻这个 再闻这个 一样吗味道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你要圈这个 因为它是不一样的 小花 好棒哦 除了便食花香呢 小朋友也可以亲手来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有花香的纪念品呢 应该很特别吧 我会来试一下 所以为什么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呢 今天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的活动 那让小朋友来继续大自然 做好了 在我手上这个呢 就是有花的形状的磁铁 今天呢 有机会呢 到户外走走 跟小朋友们一起呢 学种菜 一起制作这个手工艺品呢 真的非常的开心 趁着学校假期呢 父母们不妨也可以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带小朋友们呢 到户外走一走 除了可以接触大自然之外呢 也可以学习一些有趣的知识 何乐而不为呢 那想要问林处长啊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在影片上的活动 那这个庆典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主要这个庆典有分两个部分 就是说在这个雅各巴拉斯 花园里面呢 我们就有个故事演讲 我们也有就是说一些戏剧表演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通过就是游览整个园林呢 让小朋友就是提高的 就是增加他们对植物的兴趣 然后公众呢 也可以到格林的 就是植物园的五级芝麻区的生态园 我们叫做Eco Garden 那边呢我们就有嘉年华会 那边的嘉年华会呢 我们就有很多场就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一些戏剧 或者画剧表演 我们有儿童游戏啊 还有一些食物 还有呢 全家人都可以在户外观赏儿童的电影 对 这些就是以上的一些 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 适合各阶层的就是一些家庭朋友啊 还有我们也特地为了这个庆典设计 为小朋友设计了几个很好玩的 这个我们叫做儿童的这个园林设计官长区 然后他们也通过这边呢 可以玩乐以及拍照留念 是 你觉得那么这些项目要费用吗 不需要 完全是免费的 所以呢 这个周末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了 因为我们的儿童庆典是从11月11号 一直到本周末的26号为止 而且刚才提到户外电影 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 可以在那边马上野餐这样子 带食物吗 我们有很多家庭呢 就是自己带自己的野餐 它的草席 还有呢 它的食物 还有 有些还带了小朋友的一些食物 跟大人的一些酒啊 红酒之类 就是很早就是铺满草席 就坐在那边 等待这个电影的播放 那放的电影是卡通类的吗 卡通类型的 就是全家大小 您刚才有讲到 可以在园里边全院参观嘛 对 整个这个拖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你是在雅各巴拉斯花园里面呢 你可能需要就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活动 小朋友都会很感兴趣 对 项目很丰富 但是谢谢林主任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那植物园儿童庆典的一系列活动呢 已经在雅各巴拉斯儿童花园展开了 那么将一直举办到这个月的26号 是 那么你可以到植物园的网站和面部网页 查看更多的详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您浏览 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诗诚有约的面部 观看网络视频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下载ToggleApp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